一直以来的拥有强大的海军,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条件,在当今社会通过高端科技,全球各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越来越频繁,很多国家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,但也面临各大军事强国的欺压掠夺,所以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就显得有点重要了,为此编织通缉了全球主要海军强国的舰艇多位。 通过这些数据,我们可以看出一定的结果。 众所周知,美国是二战后全球最大的军事强国,海军自然也是文具世界第一,美国海军目前拥有11艘十吨级的核动力航母战斗群,还拥有280艘个型舰艇,而且还有数十艘在建造中。 不出意外,在未来五年时间,美国还将继续建造五十四艘大型军舰,届时美国海军将拥有315艘个型战舰,除航母之外,美国还拥有34艘登陆舰。 其中全新的美力尖级两栖攻击舰,余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物登陆舰,也在批量建造中。 现在有22艘其康德罗加急巡洋舰,62艘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,而且最新的伯克三型已经在建造中,还有三艘代表达建造舰技术含量最高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,五艘佩里急巡防舰,18艘冰海战斗舰,14艘俄赛俄级战略战略导弹和潜艇,57艘攻击型核潜艇,4艘伏吉利亚急巡航导弹和潜艇, 还有新一代哥伦比亚急战略导弹和潜艇,也在规划之中,估算总多位将超越200万多,是名副其实的海洋霸主。 接下来是俄罗斯,自苏联截屁以来,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80%的武器装备,虽然俄罗斯经历长时间的经济泥潭,海军规模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 自21世纪以来,俄海军基本上没有下水晶式舰艇,但综合实力仍然不可小觑,目前俄海军拥有一艘库子聂祖副元帅号航母。 该型航母排水量在6万吨左右,5艘基罗附际巡洋舰,该型巡洋舰满载排水量可达2.5万吨,16艘现在急驱逐舰,8艘护卫舰,15艘战略导弹和潜艇, 37艘攻击型潜艇,5艘巡航导弹和潜艇,20艘常规潜艇,70艘护卫舰,目前俄罗斯总计233艘个型舰艇。 虽然比起美国要差一大截,但凭借着多年的老底子,依然可以雄大一方,估算俄海军现役舰艇总多位约180多,最后再来看看法门中国。 20世纪末,我国通过改革开放,综合实力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,工业能力也得到大幅提升。 几十年来个型舰艇,出现了下脚子半个神话,我国海军每年都能至少下水20艘个型舰艇。 就照舰速度来看,我们已经超过了巅峰时期的美国海军。短短几年的时间,过过下水的舰艇多位,就达到了24万多。 目前我国拥有300艘个型舰艇,其中包括,2艘6万吨级的常规型航母,28艘驱逐舰,81艘护卫舰,13艘河潜艇,58艘常规型舰艇,85艘导弹快艇,49艘登陆舰,16艘终合补给舰,33艘扫雷艇。 不算我国海军舰艇,总队将达到120万吨,成功反超俄罗斯,位居世界第二个水平。 在这里,我们要感谢伟大的祖国,众多科研人员与劳动者的无限努力,才成就了我国现代化海军力量,但我们也不能骄傲自满,客观上与美国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,我们应该本着勤奋它使的态度去努力, 为更宏美的目标去奋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报文TT牛线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